飛機即將起飛 請系好安全帶 一起一會享受樂靈 和城市玩家瑞旅遊 一起遨遊世界 聽眾好朋友 新春快樂 新年恭喜 新年恭喜 歡迎收聽 城市玩家瑞旅遊 我是沛玄 我是阿中 我們講到旅遊 這過年期間 你有去哪裡玩嗎 除了在家裡面附近的宮廟 還是說我們全省的廟裡面 走一走 拜拜 或者是去教會裡面 去做禮拜 或者你有到鄰近的國家 已經出國去走一走 到底什麼 你們已經有進行過的呢 今天沛玄跟阿中 要跟大家來談一談 特別的創新旅遊 為什麼要講到創新旅遊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的朋友幾乎都有出過國 對 但是我們在出國的經驗裡面 可能跟現在的出國會不太相同 是的 我們等於COVID-19肆虐的這三四年來 其實很多的國家都發生了變化 對 而且我們的旅遊需求其實也跟以前 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環境也不一樣了 對 然後呢 呃 我們講到說 這個旅遊的品牌的創造 我真的是要特別推薦 這個我們阿中啊 他這個威權旅行社 他們對於就是一些 不同種類的分 分林 分種 分種的旅遊 其實他有做一些特別不同的規劃 非常的細心 那我也一直在問他說 像這樣子的旅遊啊 是 你會怕別人學去 然後到時候跟你做一個競爭 他說沒關係 因為有競爭才會越來越好 才會成長 對 這讓我真的是覺得非常感動 那今天我們就要特別為了這個創新旅遊 來跟阿中來探討一下 是 尤其我們在講到這個長輩的旅遊 是 阿中對於這個瑞林旅遊 我們講說 人瑞其實不一定是人瑞 60歲以上 60歲以上 現在其實已經佔據我們國人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了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旅遊 他其實他的要求會更高 第一個 而且不一樣 很多面向都不一樣 對 包括他在這個旅遊的服務啊 旅遊品質啊 住的吃的 還有你所看到的 你所經歷的體驗 會比較不一樣 對 我們先來就這個樂林旅遊的部分 我們請阿中來跟我們講一下 你覺得樂林旅遊 其實需要什麼樣子的條件 我講個一個故事來跟各位做分享 因為剛好這個做樂林旅遊 常常回想說為什麼要做 我覺得有一次帶團去日本 然後呢 早上呢 就是要去吃早餐 那吃早餐的時候遇到團員 就跟團員打招呼啊 對啊 蔡爸爸 蔡媽媽 吃百歲 太閃心了 不然呢 我今天比較晚 那個爸爸的印象很深刻 他四點半會起床 他五點會去 開始去走路 去運動一下 去運動 對 然後 我說奇怪 你們三起來 他說我剛才跟蔡媽媽 稍微撒三十分 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 我說這個長輩講話好有智慧喔 他在外面運動阿嬤來嬤去 他說沒有啦 我剛才睡了 我睡了睡了 睡了三十分 他說我剛才跟蔡媽媽 在房間裡面 阿姨齁齁 他齁齁齁 爬不起來 我把他嬤起來齁 我送給我拔倒他 阿姨把他嬤起來 我又拔倒他 阿嬤才三十分 笑成這樣 我說蛤 那我就心裡很不好意思 可是為什麼 他們 要這樣睡了 因為他們體能的關係嗎 我也是說 我第一個時間想說 蛤 那要睡了 所以我後來想到 原來 榻榻米 我們是日本 睡了溫泉飯店 什麼榻榻米 鋪一個床 在榻榻米上面 是平在地上的 對 他們那個高度齁 他爬不起來 那我當時其實有個問號 我心裡有個摸摸說 那好可憐 那我想說 他們兩個小Q三十分 也很差勁 看不起來 回到房間齁 各位 你回到家裡試看看 當你的腳都沒有去死力的時候 就比較不爛的時候 真的是爬不起來 所以我才說 我為什麼會去整個去做整個審視 我跟客人的接觸面 你哪有感 所以樂齡長輩的旅遊 他其實所有的接觸面 真的都不一樣 我就從這個點開始去做瑞旅遊 做樂齡旅遊的一個整個完整的架構 他的吃住行程安排交通工具 都做不一樣的方式的安排 其實阿丁你講到這個我就很有感 因為我媽媽年紀也大了 像我每次陪他出去旅遊 這個上下遊覽車 是 都會比較慢 比較慢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他東西多 有時候要穿個衣服 他還要弄個那個架子 你知道嗎 後腰 對 他腰骨 這個有一點點折損 所以他要穿那個 替衫 對 有時候你替衫穿著 又穿很多衫很痛苦 所以你一上車他就會脫衣服 然後他的包包要拿起來 通通穿好了 人家已經都漏車 過一會兒人家又要上車 他好像穿車漏車很麻煩 其實說瑞旅遊 其實我公司瑞旅遊大概分 有四個主要的包裝設計裡面 一個就是我們樂齡60歲以上 第二個就是所謂叫陪伴旅遊 第三個所要談的就是叫做一個人的旅遊 就是說我們在樂齡60歲以上 其實很多人他只有一個人 第四個很特別 剛剛有跟佩玄在聊 就是說我們有做洗腎 就是血液透析的 他們到出國去 因為很不方便 對 這個也在我的瑞旅遊的 四分之一的環扣裡面 所以像這樣子的創新旅遊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來談 OK 那我們講到這個就是年紀 長輩 60歲以上 其實不是太多 就是一點點細心 一點點感情 讓人家更方便 所以阿中他有特別講到說 老人家 第一個他可能沒有辦法忍受太長途 緊張 對 這個問題其實這四年 疫情不是三年嗎 對 其實我非常感謝疫情的這三年 給我有充分的時間 一一把所有對策給想出來 就思考怎麼樣子來做得更 服務更細心 那我在疫情之前 大概有四年到五年時間 其實我帶團出去 我年紀幾乎都最小的 都是父母跟著我們 很多長輩跟我出去 是 那我就發覺其中幾個 開始回想 就剛剛佩玄妳講到第一個的 我們講最重要的生理的需求 對 上廁所 那加上男生 會有攝護線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在我周遭的親友 還蠻有感受的 他說 就他出門 不要啦 我是怎麼 他說不要啦 我們去 我們要便宋 沒有人要去 我聽說 原來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講造成一個 對人家不好 壓力 心情的壓力 而且長輩都很抱歉 都會怕麻煩 客氣啦 所以我一張車 我一張都跟人家說 我們一個小時就會上廁所 妳不用擔心 妳要喝茶 妳就喝 我就怕上廁所 我就不敢喝茶 妳放心 我也要去上 所以你看我們的團有個好處 其實這是好處 下車上廁所 上車之前 再去上個廁所 那媽媽都會問 阿長 我們確定後一站 第一位問 我們確定後一站 又多久 我都說沒關係 快點先去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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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 所以這個從小細節就開始研究了 我們行程安排 不需要拉車太久 移動的距離不要太遠 所以我們就是漫遊 然後深度的玩 時間多一點 等於看車程短 看得久 對這樣子 然後我們旅遊的景點 當然要挑這個跟季節相關 對 比方說我們前一陣子在講說 我們賞音 或是賞雪 這都不管 就講到說 去旅遊 單單這些不方便的地方 我們怎麼樣幫長輩來 去設想到對不對 對 去做這個貼心的安排 是 其實我在這個現場設計 設計是一部分 但真正行程已經設計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3到8月份 先設計出來 可是真的挑戰才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台灣第一家 專門為樂林去安排設計的旅行社 對 所以這過程當中 其實沒有人可以學 但我是從我的經驗當中 去做一些規劃調整符合他們的 例如各位我們那個行程 我們最近很有感 我們已經設計出來了 對 然後呢 你現在說 那個王先生 那你要哪個行程 那我給你加LINE 那我手機傳給你 答答 這是不通的 看得清楚 一般的年輕人可以 手機就慢慢看 他一定要紙本 所以紙本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這個行程 我們光一個行程就有20張 其實20頁啦 正反印刷就要10張 所以我們就一一的寄給他 他喜歡有紙本就要慢慢看 所以字體 你看到 很放大 福片也是非常清楚 我們都是字體放大的 所以這個光一個 這是一個的差異化 第二個就是叫做數位落差 你要用網站什麼行銷 什麼FB行銷 這個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這個我當然都有想到了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就一步一腳印把它做好 對 那長輩還有哪一些需求呢 讓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我們再一一為您分析 聽眾好朋友 您現在所收聽的電台是FM92.9 城市廣播 為您驚喜的節目是 城市玩家瑞旅遊 我是沛璇 我是阿中 我們講到了創新旅遊的部分 我們在樂齡的長輩的部分 我們貼心的幫他做安排 對 尤其我們剛剛有談到這個上下車 上下車對不對 很多三 你真的認識 阿中很好玩 他說一個人要坐兩個座位 對 一個人為什麼要坐兩個座位 這是一個經驗者最大的難題的抉擇 因為一台遊覽車如果四十幾個位置 如果坐到三十幾個 它的獲利當然比較高 對 那這個思想是也不瞞各位說 我其實是後期的堅持 因為我一直在回想 每天就在想說 我還能夠幫這些長輩做些什麼 我就來想說我帶頭的過程當中 我們台灣的遊覽車有兩個門 前門跟後門 對 但是在國外的時候遊覽車都只有一個門 所以當時有一次我帶頭 我就在想說好像我在門口 導遊往前走了 我在那邊等 怎麼等五分鐘都沒人下來呢 我就抬頭 我就跑上去看一下到底是怎麼了 我在發覺了 我就回想那個情景 哇就像珮雪你講的 媽媽他們可能其實出去 有的時候她身上有背包 基本的裝備有一個卡包一定有的 再來有保溫瓶 再來可能她有帶個 沒有說雨傘 有個什麼拐杖之內的 她在鏡頭有很多 然後再上衣服 你比如說穿鐵架她的另外一種 車上溫度比較舒服 她會脫起來 對不對 鞋子可能也穿拖鞋就好 對不對 你又穿起來 再來這個時候兩個人坐一起 你看一下人家背開穿三口 問家又放上面給我拿一下 你看她夫妻在對話很好笑 你給我拿一下 那是什麼 旁邊要過 旁邊要過 那個對話很豐富的 五分鐘弄不完 但我就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在客人當中我不要那麼多人 我遊覽車讓她一個人就坐兩個位置啊 那結果我去做了調查之後 發覺客人非常的喜歡 很有感 很有感 我家裡買東西 買一個水果 對啊 我腳腕就放旁 衣服放旁 現在去後一站買一個旁邊也放旁 或是保溫品也放旁 要下車 稍稍的就走 也不能帶到 他們很喜歡 那我就覺得說好喜歡 我絕對要堅持 所以我一團一團 最多最多 20人而已 就20個人 是 阿長他也常常出去 幫旅遊業者 不管是飯店 或者是我們旅行社 或者是說 有很多的餐飲業者 你有去幫人家做一些課程上面的訓練嗎 他特別有講到一個就是說 如果長輩呢 你如果要去吃菜的時候 有時候等一下 真的是很難抉擇 這我到底能不能吃嗎 這裡面有牛肉 這裡面有我不能吃的菜嗎 這是很硬還是很軟 看不清楚 這到底是什麼菜啊 他說自排要選擇 對啦 前幾天 前幾天其實應該也是有感 有一些飯店的主管都當到總經理了啦 剛好在聊 他知道我們在做這一塊啦 那我就說台灣現在 國發會的統計 2025年就走上了這個高齡化的時代 20%的這個高齡化的社會啊 所以238萬都有四五百萬人 所以60歲以上 那友善的環境的塑造很重要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例如說爸爸媽媽生日 那個家裡來吃自助餐 最方便啊 你愛吃什麼都自己拿這樣 可是後來這幾年 近期這幾年 我發覺一個狀況 他們去取餐喔 如果我沒有陪他們去 他們很辛苦啦 然後當然你說讓爸媽做著 我們去拿東西來吃喔 也是可以 可是失去了吃自助餐的樂趣嘛 對啊對啊 對對對 有一次我就跟他們去的時候 我發覺 他們去取餐排隊後面很多人拍 他不敢的就是 原來他看那個字牌 他很小啦 對 看不到 所以他就覺得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 所以我就要陪他說 這要沒有 這什麼可以吃 所以在我以後的旅遊的心情安排當中 我其實不太會安排自助餐 當然早餐是不可避免 但是我們盡量讓他餵上 服務送上來餐的這個方式 這是一個小小的發現 其實阿丁會起心動念做這個瑞旅遊 也跟他的帶團的經驗很有關係 他帶團大概也有三十幾年 有三十幾年 對 然後呢 他其實在我們座部來講 400多家的這個旅行社業者來講 他也是屬於 就是我們算是頂尖的前面的那個 做比較久一點啦 就是還還在啦 還在 是是是 所以呢他有一些客人 有一些那個去參加旅行的朋友 已經就是從年輕到老一直跟著他 那其中其實他有帶過那個80歲的老人家 到西藏 對 這點讓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這真的是很有勇氣耶 這也是我在當時毅然決然去做 這個熱領旅遊 瑞旅遊的這個起心動力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啦 就是其實有說願有多大 力就有多大 那很多的驗證 就是講個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有一次我們帶大人去日本去訪 那當然就在吃雙麒麟嘛 我們的車人可以吃雙麒麟 怎麼吃開港 那有一對夫妻他就80歲了 他就跟我說 欸 幫總 不然我們日本走到這樣 我們每年 你幫我安排去西藏好不好 我當初聽到西藏的時候 我就頭皮發麻了 因為 對啊 我想說我西藏不是這樣 都可以去的啊 那很特殊的一個點 海拔高嘛 對 那一年是五月份啊 然後呢 我就 我說喔 我也不跟他一句話 你為什麼要去 他說我等我人生 現在要有帶來有什麼走 人家不是說 那個地方要去看一下嗎 一輩子去一下 他想圓夢 他的願望 我說喔 這樣喔 那我就不再大話了 因為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 怎麼去做下一步 我就飄走了 哈哈哈哈 慢慢的這個 彈出在他的一視線前面 再來喔 來到十月喔 我到十月的時候 我突然心中 突然有個念頭想起來 欸好像說 賴爸爸 賴媽媽都想要去西藏耶 他們八十歲了 很吃力耶 那我是不是可以幫他們圓夢 我真的是這樣的想法 我就打個電話給他 我說賴爸爸 我講實在話 因為我們不是全世界走完 再當旅行社的 我們是這樣學習 可是我會做功課 我說這樣 好 我當場答應他 我說 你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我要來看什麼時候季節最適合 我再給你答案 隔了一個月之後 我真的打了電話了 我就跟他說 欸賴爸爸 六月 應該是到五月開始到九月西藏最適合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現在有多少人 我是說他一團 對啊 我就 我跟你們奶媽媽兩個啊 你一團 我跟你們一樣 我說 我就當時不知道怎麼樣的勇氣了 我告訴他說 好 那我們排六月份哦 他說 現在幾個人 我說現在2加1 對不對 2加我一個 哈哈 我也不知道什麼樣的勇氣 真是的 老天可以給我一些智慧吧 我就在我的群組跟朋友的大量當 我花一個月時間發出去 在一個月之內 響應無數 團員就滿了 真的 對對對 當然後續我們就開始有 因為很多人想要去這個夢幻旅遊的寶地 真的 對 然後他們可能我問他啦 他說因為我帶回來他們覺得放心啦 那我壓力就來了 所以我就開始 要依照我的做法 然後怎麼樣去讓自己身體OK這樣 所以這一團 很安全的都順利回來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音樂廠叫樂靈 有人有一個朋友跟他說 欸 欸 劉總啊 聽說你最近都在做人類的行李 我說六十歲 沒有人類六十歲以上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到西藏去的時候 我五十出頭而已 那個三十公尺的斜坡 那個賴爸爸 巴士跟賴媽媽 他們已經跟導遊在前面等我們了 我們這個五十多歲六十歲的 對 還在後面再走 還在喘 所以這個各位不要用年紀 年紀只是在代表你在這個地球上生存的時間而已 每個人健康 表示你的體力 對 所以說我才說 對旅遊樂靈這一塊 為什麼想去做 我覺得 原來我們一個小小不經營的動作 可以幫長輩去圓夢 我就開始朝這方向去努力了 對 講到圓夢 其實也不只長輩需要圓夢 是 有時候 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是 也需要圓夢 需要 對 讓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我們要跟大家聊的是 陪伴旅遊 其實好朋友 歡迎回到城市玩家瑞旅遊 我是沛玄 我是阿丁 我們講到說旅遊 其實通常不會只有一個人出去 然後一個人出去 有點像流浪 那一團人出去 有時候你會 你的旅伴可能是你的家人 是 或者是你的 好朋友 夫妻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兒女 是 甚至於有時候只是你的鄰居 是 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一個伴 對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陪伴旅遊 因為我們 剛剛在聊到說 三年 三四年的疫情當中 我們忽然發覺跟家人的相處時間 變好多 對 那後來才慢慢去審視說 家人是 也有那種旅遊的需求 對 沒有這個需要你陪伴他 尤其 像我們在家裡面跟長輩相處的時間多了之後 我們才發現 原來有一些經驗 我們以為 我們以為是的經驗 其實並不然 對 不像我們想像中的 對 陪伴旅遊其實也是在我的企劃的產品之一 啊 就是說我這樣帶團下來 其實出去有時候我們說兩代就是 女兒陪父母出去 或兒子陪父母出去 那不一定陪父母有時候陪單一個長輩 對 那我這邊有個統計跟各位報告一下 事實上百分之八十以上大部分都是女兒陪啦 這不是我非常有感 但是有時候想一想 女兒陪媽媽 對對對對對 但是男生兒子的部分有時候都想說他可能忙於工作嘛 照顧家庭這方面 所以這方面會比較少 但是還是有喔 還是有 那出去的時候這種陪伴 其實我講一個小故事 我講兩個故事 一個是泡溫泉 我覺得那個陪伴在旅遊當中 旅遊不再只是一個過程 它帶了很多背後的這個你看不到 你舉個例子好了 小時候父母幫我拔屎把尿啊 那你現在長大了 到了日本去要泡溫泉 你是不是帶女兒跟媽媽要去 你多久没有跟妈妈 是坦诚相亲一起洗澡 儿子像我好了 我跟我爸 我总会有机会跟他一起 我还蛮长的 可能因为我喜欢泡温泉 是 那我们可能要到日本去 才有办法这样子 很亲密的在一起 男生好像都比较轻 对 瞬间发觉 他在穿脱衣服不灵活了 这个感觉其实你会 你会觉得 原来我所知道的父母 不再是我以前那样的父母 就是强大的像一座伤 是 可是当静下来 你看泡温泉 没办法 别人都日本人 你怎么不可以 没来在那里开港 那个Mass Talk 两个人聊天聊一聊 还是会聊到一些 内心的话 所以那个陪伴旅游 其实有时候 当然还是以父母为主 是可以联系 可以更感情更联系 所以加上疫情之后 我觉得有朋友跟我讲说 他想帮父母规划 然后这次他要陪爸妈去 他几乎忘了 他有陪爸妈出去旅游的 这个状况 这是一个 另外这个小故事 是更逗趣的 就是说我们去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疫情 还不能到大陆去 未来我们还是会排 那我们都有七八天的相处啊 那吃饭都是一个圆桌啊 每一餐都一定是八 至少八菜一汤啊 对啊 都吃很好 因为有一道菜是鱼嘛 鱼啊肉啊一定都是必须的 那一个爸爸 就是从第一餐开始 他吃那个鱼头 大家就知道 他说哎 哎 那个 那个 酷桑 你这个鱼头 你会这样 他就吃鱼头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女儿说 我爸爸喜欢吃鱼头 就这么不易经一句话 那爸爸就说好吧 那我叫鱼头给他吃 可是要八天 吃到第三天 他真的 都没掉了 都没掉 他就说 我不是很喜欢吃鱼头 那他女儿说 爸爸你不是说 你每天都吃鱼头 我因为就是 家里都没人要吃鱼头 我怕打算 家里的人坐 你吃鱼肉 你吃 我就买一个 你看 因为这次的理由 那个爸爸会讲说 我每天都吃鱼 终于说出他的心声 所以 从下一餐开始 那个我们禁止鱼头 给那个扣伤 你知道吗 你知道 我就记得我妈妈 我印象中是 他都喜欢吃鸡脚 其实 其实跟这个意思 是一样你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 我们家 我有阿祖 我们认识的后算是 阿祖算是五代了嘛 阿嬷 四代 孙子 四代 四代 四代同堂 我那个阿祖 他一定是吃最软的 好吃的 对 然后哥哥就吃鸡腿 然后我跟爸爸就吃鸡翅 然后剩下鸡脚 剩下脚跟头 就还有鸡屁股 没有人要吃 我都以为我妈妈喜欢吃那个 后来他发现 并不是 他喜欢吃鸡翅吧 对对对 真的 所以公这个 这是真实的哦 这个呈现 所以从那次之后 我们一直跟他看完下来说 那回去以后 你不要再叫你爸 就跟他一起吃鸡脚 其实讲到这个陪伴旅游 我们就讲到说 夫妻啊 陪伴子女啊 是 其实是比较多的 因为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出去玩 好像我们常常看到 对 因为他们好像都 有一种旅游 就是爸爸妈妈觉得你需要旅游 可是你并不一定会陪伴你的长辈 你看我们现在周遭很多饭店 叫亲子饭店 对不对 你看 就是我们都是当了 当了子女之后 才怎么当人家 知道当了父母之后 才知道怎么当爸爸妈妈 那看到在亲子这些市场 那时候 小孩子要去那里 就去生孩子 什么设施 但是我们有否长辈去旅游吗 对啊 你到东京迪士尼带他去 爸妈就是顾包包嘛 对啊 所以我还说 我还想到说 这一块的族群 不是说市场多大 是因为我有感而发 是这些长辈很可爱啦 他连可爱到什么程度 他说 他都叫我帮仲啦 他说帮仲 你后面要去旅游 你不要把那个口数表 不要让我们女儿子 你直接找我啦 我早就跟你说 要去队 我跟男人都知道 要出公 叫我打包行李啦 不过这样 你早就要去队 我也不知道要去队 叫我行李准备的 说要去日本 要去队 他也没说 多可爱 你看他就是信任我啦 但我就想说 他如果这么信任 我们事实上 要做得让他更放心 就一直专言下去了 其实陪伴爸爸妈妈出去旅游 也是一种心灵疗愈 真的 有时候很可能就是 爸爸不在 或者是 是 妈妈不在 真的 他很需要 有人陪伴你去旅游 我记得看一个 长龙的旅游的广告影片 对 他就是说 在四个小时之内 只要你找到旅伴 你就可以免费 得到一张去纽约的机票 是 结果呢 他就是旅伴这样子去找的时候 他就到后来有一个 老先生 他只拿了一对茶杯 他说 那你的旅伴呢 他就拿着茶杯 然后他有一张照片 是 照片上面有三个人 就是他跟他的老婆 是 他老婆已经不在了 还有他的儿子 结果 这个 空中 那个服务员 就是空服员跟他说 不好意思 你这样不符合条件 结果远远的走来 机长 是 这个长龙航空的机长 他说 他的旅伴就是我 对 对 老婆 很感人 等一下在哪里 一个机场线 这样子 对 那种感觉就是 他终于完成他要去旅游的这个 这个 是 这个行程的梦想 像这次我们台中 对 我们台中市的那个 拍了那个捷运 拍了一个微电影 对 讲到这个微电影 真的 我可以讲 我看了我也是 就是眼泪一直掉 你知道吗 当你看到这个微电影 我真的要推荐大家 可以看一下 我们瑞旅游的微电影 谢谢 谢谢 你上那个YouTube去找 查瑞旅游就有了 瑞旅游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微电影 你如果时间短一点 看预告片 时间长 15分钟而已啦 对 你看一下 你会 真的很有感 你会觉得说 我们人生真的不长 他真实案例 他是真实案例 对 这么不长的时间里面 风云轨竭 变化多端 然后 有失去的 也会有得到的 你要怎么样子 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当中好好把握你自己的人生 我为什么要去拍微电影 当然是因为 长辈有数位落差 他没办法靠正常的传播 像这个网路上 所以我们像影片 可以这样来看 所以我们就把他 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们真实的发声 让他知道 陪伴旅游 包括把握当下 然后旅游给大家的美好 真实的发声15分钟 这次跟市政府 这个搭捷运 这个老的来去 吃头 对 等一下 讲到这个 我必须要打断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请阿丁来 跟我们讲 这个 维电影下 有两个片吗 我们有个预告片 跟完整的片子 对 预告片 跟完整的片 他到底讲些什么 我们等一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听众好朋友 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 是FM92.9 城市广播 我们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城市玩家瑞旅游 我是佩玄 我是阿丁 阿丁要来跟我们来聊一下 瑞旅游拍的这一支 是维电影 对 讲到这个维电影 我真的是拿着这个 手发在旁边等着这样 一边 我看了两三次 每一次的感动都不同 谢谢 每一次感觉的那种 就是抓到的 catch到的那种 碰一点 那种 我觉得稍微不一样 可能是早上看 跟晚上看 一个人看 跟朋友一起看 是感觉不太一样的 我们请阿丁来 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短片 维电影 其实发想 就是来自于 长辈的数位落差 他们喜欢看影片 像我爸那时候 喜欢用平板 他一退休了 然后种菜 然后呢 网路过一阵子跟我讲说 他的网路的流量不够了 我都看了什么 就看朋友传给他一些影片 什么中国大陆风景 什么这样 那流量就很大 后来我还想想 原来他们对影片 是会把他看完的 那就傻傻说 好吧 朋友说 那我们来拍一个维电影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理念 但素材怎么做 其实我也不懂 就做做做 后来讲说我们真实的发声 其实导演跟我开了 大概五次会 这个导演也非常用心 那我们台中人 拍很多好的作品 他说这样 不行 我觉得要贴近真的我们现在长辈的真实 对 所以说是不是来找我们的参加的团员 让他们讲那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 这个句是这样子 不是太剧透 就是旅游过程当中有他们会叙述 他年轻的去到团员 现在年纪比较大 学习来到团员 大家有伴 做他去团员 过程当中发生什么过程 好玩的事情 他从前有个主角 就是说 原本就一堆老婆跟我们去团员 大家都熟悉 过程后隔了几年的过程当中 有一年突然不能来参加 不要参加 当然先生有有一点点的突然的一个状况就过世了 其实我跟他们都很紧密 可是人家很贴心的 不要人知道 所以这过程当中很纠结的情景之下 然后后来隔了几年 他又跟着我们出去玩 本来是两个人 现在变一个人 人单影子 对 过程当中 但是都是真实的发生 完全没有去做造假 又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发觉到 他跟我出去玩的时候 他竟然跟他的老公说 这次我要跟帮众来这一堂 好吗 再拨一拨 那个我也不晓得 其实佩雪你说 你看那个四两三次流泪 我是光每一次讲事情 包括我重新在看那个毛片 我每次其实都也是流眼泪哭到不行 不过就是真实的发生 因为我跟那一位黄大哥 在旅游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互动 就是泡温泉当中 已经变好朋友的那种感觉 就他可能就是 我觉得其实我出去 我很幸福 因为他们都几乎是我的父母 把我当小孩一样 光我一个帮他们拍照 不小心跌倒 就想象 大家就说 晚上来我这里过游 这些 所以我获得的很多 给我很多的力量 尤其拍这个电影 所以这个电影整个过程下来 我想给各位去 长辈的朋友们也好 或者你的小孩看到 小朋友 你有父母 然后你的小孩 你自己看到也好 你觉得 长辈应该给他一个专属的旅游 专属之外 我觉得阿丁他特别 还强调要尊荣 吃好 要住好 是 然后要符合 这个长辈的需求 所以他除了 就是说在之前 活动之前 要去旅游之前的旅服服务 是 他还双 双人领队 双领队 对 让你就是被照顾到无为不自 我其实 真的是很尊荣的 我们现在团已经开始排出来了 三月下旬开始 一直到八月 我们就把春夏两季 先做个安排 三月到八月 对 我用意义就是说 长辈可以事先安排 如果子女们要帮父母安排 你可以先安排 计划 所以我的饭店都是固定下来的 像佩玄讲的 网址都很清楚 都没有货同级 就是这样好的饭店 甚至我们在七天 我的行程没有那个五天的 因为一旁出去就会七天 欢喜 就让他舒服舒服服的 每天都去五天 五天都去头去 我会春三天 所以七天 那这七天里面很多的小细节 我就举简单的 我还有整个六个晚上全部是住温泉饭店 哈ホ 对 不是说我们要做独奥好 但是早上 早上 长辈會起来运动 嗯 所以如果аб 而且在那飯店 就会杜嫁 sophomore 方便他起来 有少去走路 哦 这些都考虑到了 所以刚才配选你教律僕 對 妳說我們女僕最近在忙什麼 都在採應應行程給長輩 駕給他 我們家庭說 駕駛前要駕給他 我要求他一定要這樣 詐騙集團 別說我駕來 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你說我駕幾次 駕給他 然後大概三天駕去 我爸爸我是瑞利 我有駕那個腳踏進去 你有收到嗎 有收到 有收到嗎 妳在行程對一個比較駕駛的嗎 我又駕駛 因為那是比較多駕駛 有要對一個行程你駕駛 我駕給你 詳細的資料 她就說要對一個 我就定義起來 就好來要駕 要駕自己說 我跟你說我這裡有駕給你 我上面有寫你的名字 那不是詐騙的 然後她又收到 你又看到了什麼 這個女僕就是 這是很貼心的秘書的意思 對 這是我自己創的 對 然後出國的時候 你有聽過哪一個出國的旅行團裡面 幫你量血壓的嗎 這我也是頭一次聽到說量血壓 其實我也是跟人學的 其實學的 我們就學到 我也不認識跟她分享 那血壓制不夠大台 對 她就每天幫你量一下 然後你就知道你今天有沒有放血壓 我就想說那我只把這個帶出去 重視這些安全 健康 對 長輩其實量血壓 你讓她知道今天狀況如何 所以我們在每天早上 進早餐吃飯之前 就很怕她量血壓 量完之後幫她寫好 直接跟她量到她的手冊 她也不用寫她就知道 我今天狀況如何 隨身帶著 她什麼時候要量就可以量啊 所以呢我覺得像這樣子 就是專屬的 樂齡啊 或者是說 長輩啊 這個專屬的這種尊榮的旅遊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話 3到8月的行程已經出來了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查詢 OK 請各位 因為長輩們都喜歡 看到紙本的行程表啦 那如果各位的子女們 你看到你說 我就有你用FB網路啊 你直接上網查一下 瑞旅遊威城旅行社 官網裡面都可以看到 實際的行程 是 很清楚 那如果你需要我們 這個寄資料給你 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好吧 我們電話是04-2359-0999 2359-0999 那有時候我們 因為今天星期六 有時候要補班 你有聽到的 打電話我們都有人接 那如果沒有補班的話 不好意思幫我們留個電話 我們一上班馬上會跟你做聯絡 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這個元宵節嘛 所以還是在過年期間 是是是 好啦那在我們的節目最後 還是要祝福大家 這個前兔事件 哎呀你把我的這個好話講完了 這樣子兔年請他去 那個市長媽媽寫的那個就叫前兔事情 前兔事情 對對對 我準備了很久就幫我講完了 啊啊就這樣子你去就講完了 好啦就是這個在兔年吉祥後 然後這個玉兔迎春的這個 新春 虹兔大展 對希望大家都虹兔大展 然後之前剛剛平平安安 跟家人能夠度一個非常甜蜜溫心健康快樂的好年 是的 那也要记得 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们瑞旅游的相关行程 三到八月的行程出来 是的 我们十个人 十个人就出团了 十个人就出团了 所以很棒的 电话是04-2359-0999 好啦 那城市玩家瑞旅游 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沛玄 我是阿丁 咱们下回见 拜拜